再来看看理工男的浪漫 福伯行曾是一家公司的程序员 有一次他偶然得知 有不少的人每天都会买花 这种浪漫的日常让他大受震撼 于是他辞职来到了广东洋江 开启了种蓝莲花的人生 期间他带动20位奶奶在家门口就业 从事鲜花行业五年的他说 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人 不是对浪漫没有追求 而是没有渠道 希望能让鲜花的价格更亲民 人人都能在买菜的时候 顺手买一束漂亮的鲜花 优雅永远不过时 就像蓝莲花的那首歌的歌词一样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生活的向往